在Technomatics的安装光盘里面 有一个add-on的纸目录 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很多版本 很多年一直存在的一个举例的文件 这个举例的文件呢 做得非常好 它里头有机器人 有工章夹具 这套例子做得非常经典 在2014年 就六年前 做好的这么一个举例 那把它拷贝出来 就可以拿来做演示 在做演示之前呢 要把这个根目录设定一下 那么我在这里呢 把它拷到C盘 拷到C盘之后呢 这就是它的一个根目录 它的这个系统根目录 把它拷到这里 拷到这里之后呢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打开这个文档 打开这个文档呢 它就能够把这机器人和工章夹具的这一组档案都调出来 调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 看一下它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设一下这个当前文档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它这个运行的情况 这里面也有很多演示的要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找到某一个机器人的 它的这个机器人控制程序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程序 在这里面 它逐行逐行的在运行 我现在把它设定的这个速度还比较慢 所以它这个是一段一段的在执行 这时候机器人程序在执行 这时候机器人程序在执行 所以这还是有很多演示点 那另外一个机器人呢 我就不再去演示 所以这里头有工章夹具 有一个零件装上来之后的一个焊接 点焊的动作 还有这工章夹具的夹紧 这个是充分展示我们软件的特点 就多机器人协同 机器人跟执具的协同 以及焊枪的配合 焊枪上面有一个自由度 所以它这些有非常多配合的一些逻辑控制 这个是相当经典的一个案例